屏東義大醫院動土典禮 由衛福部長陳時中 屏東縣長潘孟安 及屏東義大醫院院長 顏政右等貴賓主持 潘孟安盼義大醫院能早一點完成 讓醫療量能及早落實 怎麼樣能提升 我們在整個交通建設以外 那最重要是整個醫療的政策 能夠在我們在地的就近照度 那同時也兼顧到 我們偏加醫療資源的平衡 屏東縣是一個很狹長的地區 它的醫療資源比較缺乏 它以前大概的急重症 都要送到我們高雄去 那我們希望藉大在屏東 希望可以解決 減少屏東鄉親在跨區到我們高雄 可以減少它急重症的死亡率 或者是它的成功的治療 根據衛生局統計 屏東縣一年急診量約32萬人次 其中轉診高雄或其他縣市的人數就佔70% 屏東縣長潘孟安致辭說 他特別邀請衛福部長陳時中 南下見證屏東醫療新的里程碑 同時也和陳時中報告 屏東還缺燒烫傷的中心及富幼醫院 拜託衛福部協助育程 目前屏東醫療體系除了平南地區的恒春屬立醫院及訪療醫院 還有東港的安泰及福音醫院 平北除了基督教醫院及保健醫院 明年將有高榮屏東大五分院營運 再加上目前動工的義大醫院 預計2025年中營運 提供1083床2000個就業機會 屏東縣長潘孟安說 未來垂直整合後 可以提升全縣醫療量能及民生就業發展機會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金菊 林美華 李娟榮 台灣屏東採訪報導